铁皮外墙好几台冷气倒骨排斑 说到就到这是今年5月发生在台中缝架商圈 一共是3台室外机无预警掉落 总共砸毁8辆汽机车现场一片惨烈 我以为是那个房子倒下了 铁架支撑点断裂导致整排冷气坠落 所幸没波及到民众 但类似情况不止发生在台中 观察发现不少室外机安装过程毫无防护 万一掉落后果不堪设想 专家建议在外面加装护栏或是铁笼 深度60公分以上高度也得超过80公分 如果在超过二楼以上没有平台的话 那我们会建议他加装工作平台 除了护栏也有部分民宅在机器下方架设铁架 但专家指出假设没预留平台 工人维修时只能出动吊车 恐造成冷气意外砸落 但究竟哪种室外机最危险 是20年到30年的旧型冷气鸡麻 专家强调和鸡笼没有绝对关联 防护才是最大关键 否则不论新或旧都同样有风险 记者中正嫌阳声王百英台中苗栗采访报道